爱心传递 暖流涌动 为了减轻西安疫情防控压力 12月23号 城武县农民王春凤 决定向西安捐赠十多万斤蔬菜 现在第一批约五万斤蔬菜 已经端上西安市民的餐桌 今天王春凤捐赠的第二批 六万斤白菜和张化良等 三人捐赠的四万斤原葱 将连夜运往西安 那在今天一大早 我们就赶到了 何泽城武县燕庄村 当时早上的气温 是比较低 但是我依然看到 有二三十位村民在户外 正在对这批蔬菜进行打包和分检 那这批蔬菜一共是 包括了五万斤的大白菜 和一万斤的萝卜 在今天下午就要分检打包 完成了连夜运往西安 在城武县问上急镇燕庄村 村民正相互配合 往卡车上搬带 传递 摆放大白菜 显得格外忙碌 能让我这些蔬菜 能变得更有价值 有意义 这是捡过去这些 让他们吃上这批菜 相对说的 我就是说 买成再高的价钱 这是衡量不了的 我们这批蔬菜 白菜是在三十顿 三十顿多有吧 我们是屋子已经备好了 但是不知道车能不能装下 为了把白菜尽快发往西安 原计划三天的分装时间 在村民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 只用了两天就完成 这次装车 党员和群众更是积极参与 都是中国人 特别是中国人 毕竟是和资本人一样 王春风的一举也感染着其他合作社 得知可以向西安捐献蔬菜物资 城武县白富途镇孙庙村 三位种植户集体捐赠了二十顿原葱 今天下午装车 计划当晚运往西安 这些原葱在冷藏时是大袋包装 为了便于分发 工人们还把这些原葱重新分减 做成五公斤的小包装 运抵西安后 这些原葱就可以直接分发到市民手里 家里当时一说家里都是热心的知识 我先不乱心 这是应该来 咱那个工人也有 咱是种的大碰多 所以这个菜也很好搞 咱找的这些工人 咱当时找他说给他开工钱 工人他说这是咱是卷种物资 不想要工钱 但是有一样 咱因为他都是干活处理 咱多少咱的工家也得开 现在运载这些大白菜 萝卜 原葱的货车已发车 预计爱心蔬菜于明天到达西安 我们也将继续关注 咱们的货车 咱们的货车